在初中,你已经学过二次函数图像的平移 口诀就八个字,左加右减,上加下减 比如Y等于X的平方 如果把这个函数往左平移一个单位 根据左加,就得在X这儿加上1 接着再把图像往下平移两个单位 根据下减,就得在式子后面减去2 所以,平移之后解析式就会变成这样 其实这个口诀同样是用于反比例函数 这个视频,咱们就来看看反比例函数图像的平移 比如这个函数,Y等于X分之一 如果把它往右平移两个单位,解析式变成啥样呢? 根据右减,既然往右平移两个单位 就得在X后面减去2 这个就是平移之后的解析式了 如果再把它往上平移一个单位 解析式又变啥样呢? 根据上加,往上平移一个单位 就在式子后面加上1 这个就是平移之后的解析式了 看来,对于反比例函数的平移 左右平移,你还是在X上加点 上下平移,你还是在式子后面加点 现在告诉你如何平移,你就会写解析式了 如果我告诉你解析式 你能知道是咋平移的吗? 如果这个函数平移之后变成这样 那是咋平移过来的呢? 方法其实很容易 X这儿加了个1 根据左加右减,就先往左平移一个单位 这个式子后面加了1 根据上加下减,就再往上平移一个单位 看来,也就是先左移一个单位 就变成了这个函数 再往上平移一个单位,就搞定了 以后再遇到要你还原平移过程的题 左右平移,你就看X后面加减了多少 上下平移,你就看式子后面加减了多少 正着算反着球,你都会了 我再给你讲一个非常含蓄的类型 比如这个函数 Y等于X加2除以X加1 它又是通过Y等于X分之1 咋平移的呢? 话说这函数也实在太含蓄了吧 上下都有X,到底看哪个X 来决定函数的左右平移呢? 要是能让其中一个X消失该多好呀 诶,你还真想对了 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 就是干掉分子里的X 方法如下,你先把分子变出一个 和分母一样的东西 也就是拆成X加1再加1 前面这块正好可以约 X就消失了 后面这块分子里也没有X 这样分子里的X不就消失了吗? 咱来具体写一下 前面这个部分就是X加1分之X加1 后面这个部分就是X加1分之1 前面约掉,结果就是1加上X加1分之1了 终于只剩下一个X了 刚才这种变换 有一个专门的名称 叫做分离常数法 因为这样做就会分出一个常数项 现在变成这种形式 再换一下位置 就知道咋平移了吧 所以以后再遇到这种含蓄的函数 你就先分离常数 再进行平移 好了 函数图像的平移 我就讲到这里 基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你只需要记住左加右减 上扎下减就行 不过有一点你需要留意 遇到这种分式函数 在还原平移过程时 得先分离常数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本姑娘掌解完毕 各位同学赶紧刷题去吧 谢谢大家